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體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 因為今天井仔有些事情要去處理 所以差不多去到今天晚上的9點才可以出到最後一條片 希望各位觀眾去見諒 今天有兩宗正經新聞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宗新聞又放風又說通關 然後又說明年3月就有機會通關 但大家聽到我這個口吻 其實都應該知道 我好像都被騙了很多次 所以但凡再有什麼通關消息 其實我都不太相信 只不過既然有 甚至有其他前輩說了 我都不要執書 和大家輕輕地說幾句分享一下 今天的主要新聞就是和大家說一下 醫管局大件事 醫管局改了新規例就是 所有成為了密切接觸者的員工 原來隔一天就可以上班 這件事是相當之大件事 和不得了 因為曾幾何時 大家聽到就是 成為了密切接觸者的話 病毒的潛伏期很長 需要隔離21天 隨著病毒的毒性越來越低 接著就說隔離期和潛伏期 就去到14天 接著慢慢慢慢就去到7天 但我相信 就算你如何再縮短隔離期 也好 或者叫做潛伏期 五天我都相信 不單止是病毒最少的潛伏期 以及是我們人類心理的限期 因為如果你跟我說 中了新冠 或者你的朋友中了新冠 你昨天和他吃完飯 你起碼也要睡在家三天 不要外出感染我們 你隔了一天才外出 你的朋友都害怕了你 但現在不是 是說原來護士是這樣 隔了一天 快測過沒事 但隨時都會在潛伏期 就可以繼續上班 如果你是電腦技術部門的同事 你本身上班 不需要對人 不需要對客人 勉強也可以 但現在是說醫護 或許有很多黃絲黑暴護士 但這次其實不理顏色 因為對於護士 對於公立醫院做事的護士 或者是其他醫療職系的人 醫管局是不盡責任的 是已經漠視了員工的安危 不管他黃定藍也好 這件事絕對是醫管局不對 而在裡面的醫護同事 絕對是受害者 所以我自己 無論站在普通市民角度 還是在醫療團隊的角度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絕對了解一天的流程是怎樣 我就知道 當中的問題是大到不得了 是說有一個極大的傳播風險 潛在了我們這個社會裡 大家現在都在煩 每天4000宗 每天5000宗 究竟這件事怎樣去解決呢 但你現在搞談什麼下來 似乎好像令到我們的疫情解決不了 這件事這麼大件事 所以待會和大家慢慢重點去看 另外在今天的影片最後 都會有少少說話想和大家聊一下 主要是關於我這個頻道 由11月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 無論我拍什麼片都好 神早新聞也好 政治也好 甚至乎娛樂 還有和趙教授做的國際節目也好 是全部都被人限流 以前都是說 最多就是一條片兩條片被人限流 但是由11月開始 是全部影片都集體出事 所以就著這件事 想和聽到這段影片的觀眾分享一下 因為恐怕這段影片 都很大機會被人限流 其實我現在拍片 純粹是因為我覺得我有個使命感 我希望將一些我自己的智慧知識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才拍片 所以大家就留意到 為什麼我這麼晚 我明明是可以選擇偷懶的 是不是 但是我也不偷懶 繼續和大家拍片 不過類似的說話 放到最後才去和大家說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看一看新聞 中國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有傳聞將會在短時間內出現重大變化 有英國媒體引述報道 英國媒體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的前首席科學家 叫做真光 在一個外資銀行舉行的內部會議中表示 中國政府在未來的半年 將會採取很多新的防疫措施 包括外國遊客入境 由隔離10天到7天或8天 另外在網上的一些答問摘要 提到內地和香港可能會在今年的上半年通關 之後在社交媒體出現了一些未經證實的傳言 中國計劃在明年3月放寬防疫檢控措施 引發市場波動 首先大家要留意 10天減到7天或8天和香港人無關 因為香港人已經是7加3 之前網上吹風說2加5又不知怎樣怎樣 總之現在無論發生什麼事 除非政府公開官方說明多少月多少日 如果不是這些事我全部當笑話看 還有你說明年3月通關 明年3月世界變成怎樣都不知 到時轉過頭可能香港又爆又不頂 再不是的可能香港沒問題 是國內廣東省有某些省份爆又不頂 所以正如梁振英先生所說 如果你有什麼正經事要回到內地去處理的話 就不要等了 7加3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如果你說你真的很悶 你很想去旅行 你很想吃喝玩樂 那就沒辦法 唯有繼續看我的影片等下 而且你悶的話 你可以約我吃飯 反正我自己也很悶 關於通關的事 我不說太多了 因為每次講完都很失望 用2分鐘講完就算了 接著我們就去到今天最正經的新聞 本港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醫院衛管理局在昨天 向員工發出最新的防疫快訊 列明了 由下星期三起 即9日開始 會去調整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的職員 返回工作崗位的安排 如果他的快速抗原測試顯示不帶病毒的話 最快就由第一日Dade-1上班 D showing甚麼意思呢 就是已經列為密切接觸者 當日就會列為dade-0 換言之 相關員工他們列為密切接觸者 最快翌日可以上班 當局解釋說 有鑑於香港即將進入流感季節和疫情最新發展 在考慮抗疫和流感季節 醫護人手需求和平衡感染控制風險後 當局決定修例有關工作安排 醫管局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 員工回到工作崗位必須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頭六天每天都需要進行核酸測試 在工作期間必須配戴外科呼吸器 即口罩和單獨用線 部分感染風險較高部門 會個別考慮有關員工的工作安排 局內的感染控制專家已經進行評估 包括覺得現時有99%的員工 已經接種了3劑新冠疫苗 再加上超過80%的住院病人 已經接種了2針 所以覺得這樣做不會增加公立醫院病人 或員工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所以就有這樣的決定 但是公立醫院的護士 自己都說難以理解醫管局為何會去修訂相關措施 因為新冠肺炎的潛伏期 是2天至3天 擔心相關措施會增加了院內爆發的風險 還有他又認為 如果當局真的覺得本港的疫苗屏障已經建立 病毒的致命性已經大幅下降 那就應該盡快令到整個社會全面復償 而不是單方面只是針對醫管局的員工待遇有不同 我自己覺得病毒的致命率和重症率是另一回事 但是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之後 你居然是說你驗完沒什麼 你就可以上班的話 我會覺得太過分了 因為潛伏期都沒過 你就去叫人回 到時你還要快測那些都不準 有時候是說你去到政府部門那裡 也有機會測不準 因為病毒真的在潛伏中 它真的還未出來 你居然第二天就叫人上班 這件事怎麼接受到 還有如果真的禁不夠人手 你就去白本 你就去跟其他醫療機構 租一些part time的護士過來幫忙 因為如果你跟我說 照顧我的那個姑娘 她原來是昨天接觸過密切接觸者 她驗了沒事你來照顧我也好 我作為一個小市民 其實我是接受不了 因為在所有我們做護士的時候 我來學習的時候 所有但凡有機會是有感染的東西 大家都要當它是已經受到污染 例如說 一塊毛巾或者一塊棉花 跌到地上 地上很乾淨 不是的 甚至乎那塊棉花 待會幫你洗傷口 那塊棉花 在空中飄的時候 我已經接得住了 沒有直接接觸地下 沒有受到污染 你試試考試的時候 這樣做 就算你真的接得住那塊棉花 李老師都會跟你說 那塊棉花已經離開過桌面 有機會接觸到很多空氣病 所以你照舊用棉花幫人洗傷口 你已經注定不合格了 在我們本身學習的概念裡 我們對於一件事 污染的定義來得更高的時候 那憑什麼 為何一個密切接觸者 第二天就可以立即上班 那麼過份呢 還有 就算那個人真的沒有中招 也好 但你作為一個病人 你給一個這樣的人 去照顧你 去服侍你 他真的幫你洗傷口 而你真的沒有中招也好 但你全程的心 你都會怕得不得了 甚至乎你都會覺得 喂不是吧 你昨天才跟這些人吃飯 你不是現在走得這麼近吧 還有戴著口罩 穿了保護衣 不是很大的 不是說 穿了保護衣 你完全是無敵 你完全是不得頂 不是這一種 你無論戴多少個口罩 還是穿多少件保護衣 其實風險都是存在的 還有大家要知道 我作為一個醫療人員 很多時是說你一個口罩 或者你一件防護衣 就直接的了 9個小時的了 當中你做事 就算有冷氣也好 你都會伸水伸汗 那件衣服濕了 保護力就會低了很多 又或者是件衣服有破損 你的口罩已經濕了的時候 全部都是風險來的 還有千萬不要覺得 護士上班不用用口罩 護士上班是手口並用的 例如是護士要去問診 要去問病人的事情 有沒有哪裏不舒服 有沒有哪裏覺得痛 在幾點什麼時候 有什麼感受 咦 為什麼這裏瘀了 知不知道什麼事 還有 亦都要去跟醫生去說病人的狀況 要去跟家屬去說 病人究竟現在狀況如何 什麼時候出院 醫生怎麼說 還有 就算在醫療團隊的內部 護士和護士之間 大家都要交間 大家不要以為 有時候 為何是一個時候 護士全部消失了 他們是否集體蛇王 凌晨的時候 我不敢說 但正常日間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去交間 交間的時候 你猜大家坐在這裏 吃餅嗎 大家是坐在這裏 逐個逐個個案 告訴你 1號床這個病人 多少歲 他有什麼要注意的 他有什麼樣物敏感 他還有什麼流程未做 4點記得幫他插尿喉 賭尿喉 那些 全部都要用把口去說 大家就想一下 隨時是說 他沒有中招 他潛伏了 再傳給下一個之後 1傳10傳8 你就很難找到源頭 還有 作為護士本身 如果我知道你昨天接觸過密切接觸者 你今天有大搖大擺走過來護士站去看牌板 就算你穿到鐵甲人也好 雖然我理性上就知道你應該不會中招 又或者理性上你應該不會傳染到我 但是人的內心都會有抗拒感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有時候不是說物理上擔心自己會中招 但有時候是說如果僱主沒有辦法提供一個令人安心的工作環境 在很多時候都已經不符合相關的勞工法例 我再打一個比喻大家就明白了 好像工人要出去三十多樓的高空外場去做些事 這個狀況一定要搭牌架 你猜猜猪盒嗎 那牌架已經搭好了 好實正啊 已經請了三個四百磅的肥佬 在上面跳跳扎跳了二十四小時 架都不會掉 好了 證實了架好實正之後 接著我就叫你 你出去跟我做事吧 但是 因為架這麼實正的關係 我不會給你安全帶 萬一架掉的話 你也會掉下去 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你作為一個裝修工人 你是不是真的夠膽不戴安全帶呢 雖然我也知道 有很多裝修工人 地盤工人 是為了貪快靈正的時候 就算外面沒有牌架 他也可以不穿安全帶 爬出去 但是這件事 本質上已經是不合乎香港的法例 其實被人抓到是犯法的 對吧 我用這個比喻 就是告訴大家 有時候 有一層的保護 就算他看似多厲害也好 但是你不是說可以百分百去信任 這件事是絕對安全的 即是無論你怎樣也好 你都要有多幾手準備 例如就是說 密切接觸者的人 你不要說第二天就上班 三天之後才上班 再不是五天 你等同事安心一點 是不是真的說 沒有了一個同事 三天五天 整個醫院就倒閉 是不是真的沒有辦法 在其他醫療機構 請些part time 幫忙 還有大家要知道 病房比起一個普通文員的辦公室 是更加承受不起這種風險 因為病人普遍就是抵抗力弱 就算他們不是抵抗力弱 可能你是外科那邊 他有很多的傷口露出來 而你需要去處理的時候 這些的接觸才是最為致命 等於周圍都輕微漏霉氣 然後你又不斷在玩火機 可能你玩一兩次 玩三四次都沒有爆炸 又或者風險真的好像他們所說的那麼低 但大家要搞清楚 因為風險低這件事 其實都是一個語言藝術的一種 一件事風險低 但如果你每天做 在不同地方做 在不同病房裡 可不可以重重重復復去出現的話 就算是低風險 都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這樣說 我現在不拍片 我下去買一張六合彩 希望中了頭獎之後 就全家退休很幸福 但我買一張六合彩 我要中頭獎的機會是很小很小很小的 但反過來 以後每一期開的六合彩 我每天都買一萬元 我每天都買一萬張 我相信可能一年之內 我就有機會中頭獎也不頂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忽視了 一件事風險很低 但你重複去做N那麼多次的話 無論多低風險 都會變成高風險的一個事情 所以給一些有機會中了招的人 去照顧病人 我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你勉強說 如果他中了招 他很大機會中招的 你叫他去照顧那些中招的病人的話 我都覺得 勉強勉強可以接受 以毒攻毒 但這篇新聞 基本上沒有說過 是否去照顧那些同樣中招的病人 總之就是 你繼續在原有的部門去做 你做骨科的就骨科 老人科的就老人科 我自己就跟各位觀眾這樣說 在這段時間 各位觀眾就自己看路 有什麼事都求神拜佛 希望自己不要病 不要入醫院 以及就算要入醫院 也希望不是那些 成為了密切接觸者的護士去照顧你 還有再分享多一點 這一類的狀況給大家聽 有時候大家作為病人 可以去想 我覺得這個狗狗不好 我擔心她惹到我 可不可以叫第二個狗狗替我洗傷口呢 或者叫第二個狗狗替我進行其他護理工作 例如插尿喉 或者打個JIP 幫你做植物注射都好 但老實說 無論公園也好 很多時候如果那個狗狗不是負責你這個個案 除非你突然之間需要急救 即是你突然之間不行 在陣又噴血 要急救的狀況下 所有的醫護人員都無分你我他 一定會過來搶救 但如果是一些 和生命沒有危急關係的狗狗活動的話 基本上你去叫其他姑娘去幫你 你是叫不動別人的 別人是不會去理你的 至於要去解釋當中的細節 我就免得解釋這麼多 總之大家要知道這個狀況出現的話 即是說 如果你好像抽籤一樣 好不幸運地抽中了一個 有機會是中了招的姑娘去服侍自己 又或者不要經常說姑娘 就算是最貼身的那些叫做HCA 或者叫做PCA的姐姐去照顧自己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抽獎的 大家都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的 或許風險真的很低 但是他又對著你 然後他又對著其他人的話 可能不是你中招 就是其他人中招 到時爆發的時候 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爆發的時候 可能真的來得太遲了 因為他又中招 然後在醫院中中中招才最麻煩 可能是為了今天多接幾個個案來做 但是如果真的自己的病房 開始爆染疫的話 是說接下來的四五天 整間病房都失去了原有的功用 即是本身可以照顧五六十名病人 突然間整個部門停了 如果接下來這幾天都照顧不到病人的話 其實這件事就更加得不常失了 所以都希望多些的立法會議員 就可以去關注一下這個狀況 如果醫管局真的禁缺人手去到這個地步 會不會有更多更好的改善方法 例如短時間之內用錢不斷請外人出來幫忙 就無謂在現在大家都希望疫情下跌的時候 就去做一些有機會增加風險的行為 因為這件事搏不過 你說是其他的行業都算了 反而是最高風險的行業 你才去搞這件事 那我就真的會拚爆頭 那今天的新聞就說完了 接下來就輪到井仔去分享一下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由這個11月開始就不知道為什麼 所有影片是全部被人打壓的 我原本以為例如說說娛樂說八卦 會多些聽眾會多些人看 但是呢 量是多了一點點的 但整體上來說 都是處於一個被打壓被限流的狀況當中 相信現在在11月開始會看我影片的 都是一班長期有看我影片 甚至乎是沒有派影片給你 你都會主動進來找我影片去看的觀眾 首先在這裏都很感謝各位的觀眾 特別是這條應該會限流的影片 而你都願意聽到禁後 其實面對著現在這種被打壓的狀況 應該是這一年最最最最嚴重的狀況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我現在是面對著一個寒冬 但是呢 我都會照舊是一日三條影片去繼續拍的 在這方面呢 各位就不需要太過擔心我 就算是今天這樣呢 大家如果是比較細心 是能夠推測到呢 其實我今天是基本上全日都沒有空的 即是我已經犧牲了自己早餐 午餐晚餐的時間 即是直至到現在呢 我是全日都沒有吃過東西的狀況之下 我一旦抽到時間出來 我都會以拍片作為優先的 最多就是出完這條影片之後 就嘗試六個杯麵去吃 不過都沒有什麼胃口 所以就希望各位觀眾 就可以多點去看我的影片 以及多點去叫一些 志同道合的觀眾 一起多點去看我的影片 但是呢 雖然現在被打壓 流量低了 收入絕對是暴跌的 但是呢 絕對不是說叫各位觀眾 掃描隔離的二維碼 就是多點去支持我 當然你肯支持我 我會很感謝你啦 但是呢 我現在經濟的狀況是差的 但是 之前曾經都有 某一兩個月是不錯的 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 暫時我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還有呢 站在我的立場和角度去說 老實說 觀眾會支持我 很多時都是一次性的支持來的 所以我要去維持自己的收入 要去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 能夠 例如說 給多點家用的話 其實從根源去想 我是應該要去想辦法去做好自己 是去吸引更加多的觀眾去看我的影片 而不是說去吸引更加多的觀眾 是掃描隔離的二維碼去支持我 總之無論如何都好 我是一定會繼續拍片 就算沒有人看也好 就算沒有廣告 我都已經有了這個心理準備 是繼續去拍片 繼續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做了兩年 差不多了 還有四個月就兩年了 我發現呢 我是很喜歡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對自己是有要求的 我不單只要做得到 我還要做得好 好 希望用自己的努力 和不斷去改善 就可以捱過這個打壓寒冬 所以大家為什麼會看到 我前幾天就說想去換咪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我進步的開始 還有我寧願付出多些 就叫做有誠意 去給各位知道 我是希望做得越來越好 不是單純滿足於 所以現在可能之前 每條片平均都有六千人看 都不錯 那就不需要再努力 每天嘗嘗嘗嘗 讀新聞就算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是不斷 我沒試過偷懶不打稿 因為每天都希望能夠穩定地發揮 去把不同的資訊內容告訴大家 因為我自己 雖然我明白 如果我不打稿 我專講廢話 我把道德底線放低一點 甚至乎我去笑中國 拿些中國的新聞出來抹黑中國的話 我反而可以吸引到更多其他的訂閱者 但是我這種做法 就等於辜負了現在 仍然選擇看緊仔的觀眾 所以錢還錢 但是理想和道德 永遠都排在錢前面 所以我自己也有衡量過 我不會說為了錢 為了流量 而放棄自己的尊嚴和底線 雖然 一旦你願意放棄 你可以賺到更多錢 但是這些 全部都不是一個長遠 這些是等於賺快錢 但是這些從來都不是我的觀念 我自己是很希望 可以從事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例如說 可以做到65歲 如果65歲的時候 Youtube都未收檔的話 我是真的不介意繼續這樣做下去的 都不小心和大家說了很多的心底說話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觀眾覺得很廢話 其實我自己還有很多說話想和各位觀眾去說 但是節目時間就有限了 可能將來或者一兩日之後 可能全集都是和大家聊天又不頂 又或者在拍完每日三集節目之後 另外在晚上開直播和各位觀眾聊天 都可以的 各位觀眾想的話 就或者聽到來這裡 跟我聊聊天 給我多點意見 總之無論如何 每日三條片我都依然會在這裡陪著大家 好了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就這樣吧 拜拜